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千鸟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天一颗星星的 红彩六号情境训练 你这难度 第五关 不容犯错 这一关拿到是一个可以 热感硬的枪 不过我还蛮怀疑这个在对玩家的时候 有多大的用途 因为这个地图这么小 狙击类的感觉就 这一个 还有吗 诶 这个人又出来了 好像没有了吧 哎哟哟哟 刚刚那边 充滬短暂闪过一个 大概這個位置 瞄著等 反應太慢了 又沒有打到 我覺得這種真的還蠻難的 看到人的時候要趕快打 看能不能 從別的角度 打到他 這個門好像也可以喔 從這邊 貫穿車窗 怕被車子擋到 這樣可以 還是來不及耶 等一下他應該會從 左邊走回來 來了 回來了 我看得到囉 還是不行 覺得我開槍的時候 他好像都走不到 快要走出去了 不然我瞄 靠近結尾這邊 看能不能符合我反應的時間 欸中了中了 但他沒有死 可能沒有打到頭吧 可能沒有打到頭吧 等他再回來 還沒嗎 還有另外一個人 有兩個長得不太一樣的 有兩個長得不太一樣的 還是打不到啊 他好像停在那 被發現了 可惡 對 YES 喔 他是在戴手 一個爆頭完成啦 耶 拿到一顆星 接下來要走哪裡齁 在下面可以丟車子進去看 進來馬上抓到一個 嚇人 從這邊進去 他會出來嗎 引誘他 還是有辦法 還是有辦法 打得到 貫穿 不行 那 從這 傳回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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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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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收看 掰掰